要不老话说得好呢 姑妄言之 姑妄听之 这故事谁知的是真是假 反正是挺热闹 可以好些东西啊 别人看完就得扔 到咱们这就是宝贝 比如说下水 据传说外国人不吃转了 瞧见就吓坏了 咬 这事送我呀 外国人特别奇怪的就是 中国人为什么放着鸡不吃 吃凤爪 就是鸡爪子 对 放着猪不吃吃猪蹄 包括羊杂子呀 对 包朵啊 有羊肉不吃 你为什么吃这个 他糊涂 羊肉我们也吃 不过这个下水之美 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包朵是北京啊 天津的传统美食 好多人一见包朵 就走不开不了 是非得吃上一顿不可 您喜欢吃吗 这个包朵呢 本身啊 它也是助消化的 真正的好包朵呢 吃到嘴里是脆的 对 而且一定要趁热吃 对 软中硬的东西 你像我们那个赌人 这个郭老师知道 这个赌人是 它这个一个部位啊 取下来的 也是赌那个百叶里边的一些精华 就是最嫩的地方 对 最嫩的地方 一个羊位里也出不了多少 对 七只羊 才出一份 对 这方面您是专家 侯家仙是咱们北京小吃协会的会长 九门万峰小吃的创始人 到北京一说 九门小吃都知道 这是那创始人 现在我们三千多种小吃 哎呀 我一天来三种 对 您吃一个月吧 不会吃重样 像郭老师讲的那个暴赌 我们现在光暴赌 九种 赌人 赌板 独粒 蘑菇头 太多了 什么小吃都有吗 现在我们做两块品牌 一个呢 是代表北京的 叫九门小吃 因为之前呢 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代表北京小吃的一个品牌 又是首都 是吧 尤其是北京小吃跟各地小吃不同呢 它呢 是历代的都城 所以北京的小吃呢 主要就是它这几大块 一块是有这个宫廷小吃 一块是清真小吃为主 还有就是这个像卢主啊 这些汉民小吃和这个市井文化的东西 嗯 太好了 我想问一个东西啊 因为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 臭豆腐您那有吗 这臭豆腐呢 我想就是简单的啊 实际上这是真事 嗯 因为呢 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 是这个工商联大师烂商会的会长 哦 大师烂呢 现在呢 有一条街 叫严收寺街 嗯 因为呢 我们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亲自还去档案馆看了 就是王志和 这个人就叫王志和